國際比賽之後,歐洲首場的大戰就是車路士對曼聯 曼聯剛剛能夠反勝紐卡蘇的最大原因當然就是我所說的那句說話 馬達在中間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以後曼聯對親藥隊 一定要繼續用馬達在中間做主角去玩4-2-3-1 不過面對強隊就絕對不可以這樣做 對強隊曼聯就很難長期控球在腳 一定要踢得體力快一點,需要對抗性 即是絕對不適合馬達打 就好像曼聯一對強隊 我都建議不要出大衛斯華的道理一樣 所以曼聯今次作客打車路士就不應該用馬達 否則就好像上一季歐聯16強輸給西維爾 用馬達打反擊速度就很厲害 而我不相信曼聯作客史丹福橋 控球的能力是會好得過車路士 所以我其實最怕什麼呢? 就是最怕摩連盧又在包咬頸 他試過的啦,為了贏一場交可以輸了一場球 對著韋斯咸那場賽事就見識過了 普巴叫曼聯進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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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摩連盧就會叫曼聯防守防守再防守 結果對著韋斯咸都這麼保守呢 就輸了球了 而上一場對紐卡素、山齊士、馬達有表現 大巴大巴地蓋在摩連盧的臉上 那我真是不知道摩連盧會不會懷恨在心 他有可能會這樣想的 哇,球評現在大讚啊?傳媒大讚啊? 說到說蓋我幾巴,好 那我未對強隊出馬達給你看一看 你說馬達好嘛,照你們意思去做 山齊士、馬達入球嘛 繼續對車道士正選給他們看看 看看你們對不對 哇,如果這樣鬥氣下去的話 那真是很大件事啊 山齊士和馬達一起打 再加上盧卡古 是會變成正三角形 沒得打反擊那樣的 很難打反擊,不夠速度 正三角形前面沒有人拉進去 條防線很難跑到上去 那絕對呢,就不可以這樣出的 但是最近呢,摩連盧真是癲癲的 真是不知會不會為了贏一場交 就輸一場球 所以這場的賽事呢 其實大家都真的要金睛火眼 盯緊究竟摩連盧是搞了些什麼 而我當然呢 就是很希望大家可以來妄罪 一起和小弟何榮去欣賞這一場 就是英超的大戰 到時是會有何榮為大家現場評述的 那場球呢,是將會在七點半開球 很漂亮的時間來的 十月二十號星期六來的 不相信大家到時應該是有空的 那有空的話呢 就不如過來妄罪這一邊 妄罪提供晚餐 還可以任大家喝東西 有大抽獎 如果大家抽中了 是會有二百元的現金券的 而且呢,我們看球之前 還會進行Fever十九的電競大戰 將會在五點那裡開始 那如果大家呢 是能夠連續三次來到這裡 可以拿到台主的名銜的話 是有機會 連續三屆做台主的話 是可以拿到一千元的現金獎 那記得大家呢 是要踴躍參加了 所以呢,大家絕對都需要 要在十月的十三號之前 報名 這樣才有早了的優惠 大家記得要留意 也可以在這條片的 下面的詳情 找回相關的資料 那我都可以講一講 就是怎樣去報名 那下面這條片那裡 其實就會有一個 就是網上的報名表格 那大家呢 只需要呢 就是按進去報了名 再在這個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銀行戶口的過數 過了數之後呢 就傳回Whatsapp Whatsapp呢 去回61350742那裡 就是 這個呢 這個呢 就是確認回 那就OK的了 到時候呢 戴著這個呢 就是入數指 就萬無一失 那怎樣來的呢 那這個呢 就是雲基資本大廈 海濱公園對面 那就是 搭地鐵的話 牛頭角 B6出口直行 再呢 就是去到海濱公園對面 不要過對面 就轉左 那再上來18樓呢 轉左找到呢 就是雲基資本大廈 再上來18樓呢 就可以呢 全程發現呢 就是何鷹的網罪在那裡的了 那希望到時候呢 會見到 那麼多位啦 到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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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時候